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新婚第一年 遇到的一大串子事 她很想得开 比如买房子 婆婆先说全款 后来只付了首付 写的还是老两口的名字 婆婆说 没有压力 哪有动力 让你们还贷 是为你们好 茉莉心想 说的是 我自己也住 租房子还得出钱呢 老公大理的工资卡 结婚前一天 婆婆把里面的钱取得精光 大理觉得理所当然 茉莉想了一想 也想通了 婚前财产 大理做主 娶了就娶了 不久公公得癌症 送过来化疗 婆婆一个人回了老家 茉莉拖着六个月的身孕 照顾公公 婆婆在朋友圈各种晒 走亲戚 周边游 跳广场舞 茉莉本来有点小想法 很快也被自己开导过去 咱管好自己 做好本分 别人的事是别人的事 在婆婆拖着大理的外婆来家常住之前 茉莉一直靠伟大的阿Q精神胜利法所向披靡 硬生生把苦日子拧成一条绳 一串子事都变成了绳子上的花 儿子半岁的时候 茉莉要回去上班 大理对茉莉说 我妈来照顾宝宝 顺带把我外婆寄来看看 老人没来过大城市 茉莉瞅了大理一眼 大理赶紧接口 住两天就走 大理的外婆已经九十多岁 一生四女一子 儿子继承了老家的房子和各种财产 在外经商 没时间照顾老人 公公在世的时候 婆婆们几个姐妹轮流 一家照顾一个月 公公去世之后 婆婆说自己没负担了 要好好进行孝心 所以婆婆来茉莉家 除了带着自己的家当 还带着外婆 茉莉的精神胜利大法 这次没起作用 她心里只打鼓 儿子只有半岁 一老一小 这行不行啊 看着情形 也不像住两天就走 茉莉头一天回去上班 不过三个小时 婆婆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宝宝不吃奶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你赶紧回来看看 茉莉回家一看 家里乱成一团 玩具扔得到处都是 外婆耳朵不好 电视机声音开得老大了 桌子上背叛狼藉 洗碗池的水流到地上 儿子躺在摇篮里 哇哇大哭 她以前不知道鸡飞狗跳什么意思 任一刻 深觉这是个好词 从这天开始 她请假回去救火 成了常事 有时候刚到办公室 家里电话就来了 不是儿子哭 就是外婆散步没人照顾宝宝 到后来 领导本来派给她的活也给了别人 第一个月 茉莉扣除各种烤勤 茶岗 工资不到一千块 茉莉欲哭无泪 拿着工资条 跟大理商量 让外婆先回去 让咱妈先专心照顾宝宝一段时间 等我工资上来 找了保姆 再接外婆来 大理点点头说 我妈要是不愿意 你多体谅体谅 想想我爸 不知道大理怎么跟他妈说的 第二天大理去上班 婆婆开始摔摔打打 为什么不让我妈来住 那是我妈 这房子是我的苗 我妈想怎么住怎么住 想住多久 住多久 不想住的自己滚蛋 茉莉并不想跟婆婆发生正面冲突 她一边数羊 一边若无其事的吃饭 然而一不留神 就看到外婆尿失禁 沙发上一探尿字 宝宝在沙发上爬来爬去 直接爬过去啃上了那堆尿字 茉莉忍不住了 她丢了饭碗 对婆婆说 妈 你想住多久 我没意见 但是姥姥不行 你如果不想带宝宝 我自己带 就不麻烦你了 婆婆更生气了 我就知道是你做的事 我儿子才不会设这种话的 茉莉没吭声 直接去上班了 等晚上茉莉回去 看到一屋子人 才知道什么叫捅了马蜂窝 大理的舅舅来了 大理的四个姨妈来了三个 大理正殷勤着 倒茶陪不试 就差下跪了 茉莉冷笑 这就三堂会审了 舅舅先发话 茉莉 你嫁到我家就是我家的人 娶媳妇回来是给父母养老的 你不让你外婆来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茉莉 满脸堆笑 一枪比试 舅 你媳妇娶回来是上香的 别人媳妇娶来给你妈养老送中 怪不得舅舅舅你发财了 您就是高 舅舅财大气粗惯了 立刻被气得发抖 指着茉莉 你看你看 大理 你的媳妇行啊 婆婆立刻大哭 闹着要找绳子上吊 茉莉想起急久远的时候 她不舒服 大理夜里冒着大雨 偷偷摸摸地来她家看她 站在窗外全身都湿透了 现在想起来 网若隔世 她家和大理家同乡 两人算是早恋 上高中的时候就互相喜欢上了 大理成绩好 身高一米七八 浓眉大眼 茉莉和她父母都重义得很 后来考大学 大理考上了重点本科 她考的只是普通的三本 但是大理毕业就跟她在一起 回到这个离家最近的中等城市 找工作 恋爱 她和大理结婚 大理抱着她说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爱 就是给她名分 朝夕相伴 原来这种爱叫做袖手旁观 有多少爱经不起岁月的魔力 有多少爱在家庭琐碎中荡然无存 婆婆一边找绳子上吊一边逼大理 你爸在世的时候 你和你爸从来没跟我说过不字 现在你爸一走 你们就合起伙来欺负我 我活着你们都爱眼是不是 没找到绳子 她一头朝儿子身上撞去 大理扶着她妈眼圈红了 茉莉不想继续这场闹剧 抱起宝宝 对婆婆说 我同意离婚 宁差十座庙不回一桩婚 婆婆 我不让你妈来 就会遭报应 你老人胆大不怕遭报应 茉莉抱着孩子回了老家 一周后 大理上门来接茉莉 茉莉问她 你外婆和你妈走了吗 大理低着脑袋 不说话 茉莉一脚踹过去 大理一个凉枪 仍然摆着脸 一句话不说 茉莉她爸突然一瘸一拐地跑出来 夸张地叫 哎呀大理 大理 我这前几天出门啊 被车蹭了一下 腿不行了 我得去你们那儿住几天 走走走 一起去 大理一叠声说 好好好 小小的两句是 一下子多了三个人 不知道怎么住 茉莉爸爸哼哼唧唧 没事没事 我睡沙发 亲家母睡卧室应该的 结果她每天晚上嘴湿睡不好 一会儿起来一趟 婆婆的脸色越来越不好 第四天 茉莉爸爸又去药店 给自己的腿打了一层纱布 贴了一层药 在家彻底不动了 婆婆每天做饭 做好了还得装上来 给她吃 她出了逗逗宝宝 一拳一拐 上厕所 玩不起手不动 婆婆找机会 对大理和茉莉发火 这是让我伺候老爷子吗 凭什么 茉莉看着家里一团乱 只是宝宝不哭 她也就忍着 而她和大理的矛盾 从婆媳关系 转化成小夫妻 对两个老人 再没吵过家 茉莉爸爸不找女儿诉苦 一直拉着大理 哭丧着脸 给女婿添麻烦了 给亲家母添麻烦了 大理啊 对不起 一斗之后 有苦说不出的婆婆 受不了 带着外婆走了 茉莉爸爸 把腿上的纱布一拆 对茉莉说 我这老寒腿啊 也金贵几天 你说的对 媳妇不能跟婆婆 发生正面冲突 不能影响小家庭的和谐 我还得去那个舅舅家一趟 茉莉爸爸回乡 去了舅舅家 她嗓门大 雨不惊人死不休 她大着嗓门 对大理的舅舅说 老弟 你别把你老娘啊 退给我女儿了 你看这样中不 你要是生意忙啊 我把你老娘 借我那养几天 我清钱也没娘 多一口饭养得起 看着舅舅 脸憋得通红 她改口说 我来这一趟啊 我女儿不知道 你说你们全家上门 去找我女儿 我要是个混蛋爹 我还打回去 我女儿不让啊 我这不就 偷偷摸摸的来了 她还偷偷摸摸 舅舅啊 恨不得把窗户关上 一年后 茉莉爸爸给她打电话 现在咋样 茉莉在电话里 给她爸爸竖了个大拇指 当时茉莉爸爸 帮着请了几个月保姆 等茉莉工作上了正轨 就自己出钱了 婆婆偶尔来往 但已经不再插手 夫妻俩的事 外婆跟着舅舅 生活状况未知 但是几个姨妈 总会去看看 送吃的穿的 想来不会太差 去买的房子 也在茉莉名下 茉莉爸爸说 行 你爸这辈子 就赖皮了这一回 茉莉哈哈大笑 生活还在继续 牙齿碰着舌头的时候 总会有 遇事解决 总会慢慢变好 茉莉深信这一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呢 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呢 我是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我是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我还希望你帮我 我已经想到 我会看到 你是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我会有新链接关注 我 according 早点击填 我会有两个链接关注 我会有这个链接关注 我会有什么链接关注 我会有手链接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